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八分超,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做了一些海报字体的实战练习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于海报中的一些图片元素 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实战应用 对它进行调色呀,然后大小的变换 以及它这个填充 一些方法 首先呢,我们打开Futoshop 这里边呢,有一张 比较经典的这个日系的产品的一个海报 我们将参考这个海报呢 对我们下载好的或者说你设计好的 但是觉得布局不是太合理 是要对它这些元素呢,进行一个重新的排列组合 这个是我们基尔克主要要去学的一个内容 首先呢,你要去下载到这样的一个素材 有的时候呢,你会去这个你图网或者我图网 有一些人做好了以后呢,它是分层的 当你在没有说是有这个拍摄技能 或者说拍摄条件的时候呢 那么有一些现成的产品的一些元素 我们可以直接下载拿回来用 然后用的时候呢,你要把它这个活血活用 因为甲方让你设计的这个海报 有可能也是一款举例跟这小龙虾有关的 这么一款这个海报 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搜寻 去相对应的一些素材网站去搜寻这样的图片 然后通过这个钢笔工具也好 通过这个魔术棒工具也好 对这个图片呢,进行一个 截取 提取 提取出来以后呢,它是单独的一个层 然后这样的元素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了 像这个加这个烟雾呢,这些都是笔刷 一会儿老师也会给大家讲到 首先呢,我们需要去模仿它这张海报的一个背景 一会儿呢,我们再根据这个黄金分割 然后去对它画构图,去构成它的一个线 首先呢,这个背景的天冲呢,也比较容易 我们之前说了,用这个色棒 快线是i,然后去吸取它的上面角 左上角这个颜色 然后你再同时按X切换 前景色变色,互相切换 切换到这儿,然后提取 提取完以后呢,在这儿有这个渐变 然后你直接这样拽下来 就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你自己去掌握就可以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的显示器分辨率足够高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这个,嗯 处理完以后呢,你还会发现有这样的pastle 这个也没有关系 模糊 你可以试着高速模糊 当然你半径呢,竟能的设的小一点 那么它这个条纹呢,就会适当的消失一部分 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些特殊的纹理 当然你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些这个纹理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不透明度或者天中上呢,给它降低 我们也可以即兴的去画一些 笔刷呢,你可以下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纹理 我这里有一些 需要新建一层 新建一层 然后你对它进行划 新建一层以后呢,你可以再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简单 颜色简单 然后你再脱离一些 再给它改变一些它的大小 然后在这呢,你可以适当的降低它的一个不透明度 也可以调整它的曲线 调整到你感觉合适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个位置的摆放 那么摆放之前我们讲过有这个工具 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使用 当然之前呢,你要把这个颜色去选好 参考的这个颜色去选好 前景色 Ctrl A 全选 全选 调出选区以后呢 就可以去画这个黄金螺旋 回撤销 回撤销 Ctrl Alt加Z 撤销以后呢 把这个黄金螺旋 摆放好 然后你看你是想产品放在这个左边 还是想放在这个右边 当然这个中心点 这个视觉的中心点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想把产品放到你这个图片的 这个海报的右侧呢 那么你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变换 水平进行翻转 然后呢你可以去标上这样的参考线 那么视觉呢 中心呢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其他的一些辅助呢 也会在这个位置上 你为了一会儿的去摆放这个产品的时候 不会去移动它 所以你在这儿呢 可以给它上上锁 那它就移动不了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对这个海报呢 产品呢 开始对它进行一个移动 把这个不相关的这些图层呢 都给它进行一个锁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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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对这个在新建一图层 对它进行一个描边 它是一个矢量的 所以一个插件 它这个有一个B端 就是说你不去选择它的 你想选择它的时候 它会根据你上一层 然后进行一个变化移动 这样起来用起来呢 实际上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呢 你需要对它进行重新的一个填充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我这个位置 我盘子的位置 这边呢是缺少的 因为它在这张图片里的时候呢 是被修掉一部分 那么这会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呢 你要么从盘子的这个右侧 提取过来一部分 然后重新的复制到这个位置上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会对它一个便积的方法 看你是想快速的完成 还是想想想这个用一些简便的方法 简便的方法当然可以如果想快速出稿的话 这样也可以 详细到这个用这个Ctrl T 然后鼠标的右键水平翻转 那么把这个缺少的缺荷的这一部分呢 然后移动到这个图片的右侧 就是你想要哪个中心放在这 你就可以摆放摆放在这个位置 焦点上焦点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接下来呢 这块呢是需要排一些文字 然后呢 这这一个部分呢 也是需要你有一个 介绍 它的一个名称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直接用它这个一个效果字体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协调的话 你也可以不用这样的字体 你可以完全可以自己去打上一些字体 我们可以自己去重新的对它进行一个设定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做海报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突出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突出的就是这个产品 那么你完全没有让这个文字再去宣明夺主 相对于你选择的文字的时候呢 你就会选择一些比较系统常用的一些字体 不是那么的显眼 也不是那么的夺目 这样可以就是说增强你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些特色 而不是说你用这个你一些旋的字体 然后去烘托它 其实就是适得其法 你相对的用一些比较朴素的字体 系统的字体呢 常用的字体呢 就不是那么的显眼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凯体 你可以去网站下载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凯体 字体系统大的时候呢 你可以按住out键 向左向右的这样的去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在这个底部呢 然后你可以加上一些英文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一会儿看情况 如果觉得空的话就可以去添加 接下来呢 你可以直接的用它这一部分的价格 价格呢 当然你也可以去修改 你会发现做美食的时候呢 你这个黑色其实搭配起来真的很好用 因为它颜色底色比较深 然后呢 你用一些比较醒目的颜色呢 恰好它可以很适当的去烘托 然后呢 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做一些说明介绍 就是像它这样的一些文字 可以有一些介绍 一会儿我们再来去排列 我们再来看 当然我这个笔刷也有这样一个特点 也有这个烟雾的一些效果 这些你都可以在网上可以下载得到 当然你注意的时候你是一定要去新建一层 新建图层 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把没用的这层位置移动它 你选住的时候就可以框选 在这个位置上有这个自动选择 这样你是选不了的 你把这个勾号打上以后 这样你就可以去框选 选择你想要的这些元素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我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排列 有这样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引导 我也可以不要去加这些 附加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 对它来说呢 对你的画面来说呢 它是影响你的一个审美的 在这儿呢 你也可以勾选 勾选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你是选了那些层 把你不想要的这个 就可以不用带走它 对它来说呢 那么最后你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打上这个 地址和电话 当然这个时候呢 选择的字体呢 也不要太花哨 一般你就是这个黑体 或者说这个微软雅黑 一些修饰性不是很高的一些字体 它也不是很强眼 用到这样的一些字体 当然现在还有这个 因为有很多的触销活动在里面 你可以加一些二维码 然后我们把这个取消了 你会发现它这些元素呢 都会在这个 你的这个黄金分割线上 这样它在视觉上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引导作用 然后你也要适当的去留些空白 不要填得满满的 很拥堵它的信息 传达的就不是很流畅 如果你实在是想去签加 忍不住去签加呢 你可以加一些 一些元素 在这加一些元素 稍微的加一点点的元素 或者你觉得它太过于空洞的时候呢 你可以对你这个产品本身呢 进行一个重新的大小的一个变化 图层算 这个印仓 重新到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你刚刚画的这个文理 你觉得它的一个程度呢 不是太显眼 那么你就可以对它呢 重新的进行一个编辑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一张海报就完成了 这样构图下来以后呢 该有的内容也比较有 不会像这样 你看想看左右看右 然后这样很凌乱 那么你看到一张画面的时候 它的重新会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以后呢 你会沿着你这个视觉呢 继续的向下看 然后一些相关的信息呢 就都一目了然了 海版呢也不会很乱 然后你想要传达的内容呢 它也很准确的去传达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图形 然后文字 以及你的背景色进行一个合理的排完以后呢 产生了一种效果 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对它进行一个修饰和修改 不断的去调整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你只要去掌握这个一个正确的流程就可以了 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慢慢的去调整 好了 这条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一个课再见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